接下來也是一項新挑戰 一年一度的冰上雅思盛典即將登場 台灣新世代的花式滑冰小將曹志一和林立雪 將首度挑戰雙人花式滑冰 今天兩個人都提前穿上了全新的冰裝 展現最近苦練的成果 伴隨著梁文英溫柔的嗓音 台灣滑冰界兩位未來之星 曹志一和林立雪滑出優雅的舞姿 他們在8號即將登場的冰上雅思盛典 將要代表台灣上場表演 有著冰上小王子稱號的曹志一 搭配滑冰精靈林立雪 兩個人都是首度挑戰雙人花式滑冰 要如何培養默契 跟上對方的腳步 是他們面臨最困難的考驗 那時候很擔心 我們表演根本滑不出來 就是連練習都滑不出來 我都還在這邊滑 然後就已經滑出去了 或是兩個人要做那個S型 然後就是都對不到 就是要碰在一起可是都對不到 有時候眼睛對到的時候 會就是有點害羞吧 克服了要牽手 還要深情對望的害羞 他們展現出飛燕盤旋的眼翅滑行 還有高難度的功身旋轉 要將飄逸輕盈的曼妙舞姿 呈現在觀眾面前 這兩個人不只是首度搭檔 也是第一次有設計師 為他們量身打造滑冰服裝 讓兩位小選手相當開心 非常驚訝 就是他把月亮做在衣服上 然後做得很漂亮 然後他的鑽這些 都比我以前的那些冰裝 都不一樣 大膽的採用深藍色作為底色 將表演歌曲 月光地毯的月亮 直接放在衣服上 他們有信心在表演當天 帶給台灣的滑冰迷們 不一樣的浪漫舞姿 UdnTV 甘邦捷 鄭威仁 台北報導